由加拿大餐饮总会主办BC省亚洲餐饮业主商会协办 并联合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和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共同参与的 五周乐园世界大同中秋联欢晚会 即加拿大餐饮总会成立典礼 于2019年9月10日晚在温哥华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典礼邀请了加拿大各级政府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 知名艺术家专业人士以及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共同参与 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社团也历临祝贺 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台长李世强 中国驻温哥华副总领事孔伟伟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关慧珍 BC省贸易省务厅长周炯华先后为典礼致词 典礼中李世强授予加拿大餐饮总会 金思杰国际联盟加拿大中心牌匾 并委任加拿大餐饮总会创会会长黄汝舟 为国教台中华美食文化频道总制片人 中领馆副总领事孔伟伟 为协会荣誉主席及荣誉会长颁发委任状 晚会通过中西餐美食并举 中西文化相融合 让国际社会了解中餐文化 中秋文化 进而了解中国文化 在享受中餐美食的同时 也了解了中餐文化的魅力 喜爱上中华文化 会长黄汝舟表示 成立加拿大餐饮总会的目的 是为餐饮业搭建平台 令加拿大的餐饮企业 可以向海外扩展 同时也另有意进入加拿大市场的 中国餐饮企业 了解加拿大经商规则和环境 在本地顺利展开业务 他表示 总会成立后 将举办形式多样的讲座和培训 帮助餐饮业主以及户员 提高专业技能 了解加拿大法律和最新行业信息 此外 餐饮总会还将作为餐饮企业 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把餐饮业的诉求向政府反映 更好地服务于餐饮企业 和平传媒报道